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吞加希腊生活记的 你问我答 我是吞霸 上个礼拜吞霸一直忙着帮几个粉丝去拍房子 去评估房子 所以更新上就稍微有点放慢了 正好趁着今天的周末给大家鼓一期 因为大部分的粉丝从后台或者小窗找到吞霸 基本上无外乎几个问题 就是房子值不值 区域怎么选 还有一个类型就是粉丝们会经常问 吞霸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个靠谱的律师 那在这里吞霸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您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律师是靠谱的 这个在希腊就像一个魔咒 或者也算是行业的一个潜规则吧 至少对于移民这件事来说是这样的 有人可能会问 希腊的律师为什么不像德国等等其他地方 律师不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行业吗 为什么在希腊律师就这么不靠谱呢 其实这个是由于本身他们自身的社会 人性 包括这个行业的特殊性所导致的 那么首先 话要说回来 不是说希腊的所有律师行业都很烂 其实在这里大家普遍存在着一个误区 因为在很多朋友们看来 律师就是万能的 什么事找律师就可以了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其实律师和律师之间也都是有区别 是有专业领域划分的 比如像有擅长商业类的 有擅长继承类的 还有类似于犯罪辩护类的律师等等等等 其实在这些领域里 专业的律师在希腊其实绝对是不在少数的 而且那些可都得凭真材实料 可是偏偏对于移民类的律师则不然 一个是因为移民市场面对的客户群体 他就不是当地人 往往都是人傻钱多的外国人 这里不光特指国人 包括像俄罗斯人 包括像中东人 照样都入坑 其实这个也非常好理解 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面对外来人的时候 当地人就会有天然的优势 更别说因为希腊语是全世界三大最难学的语言之一 第一中文 第二阿拉伯语 第三可能就是希腊语了 另外再加上这个行业有暴力 这个人怎么可能靠谱呢 即便是刚开始比较做的靠谱的 坐着坐着 看着别人靠忽悠就能赚大钱 那诚实能值几两银位啊 在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可能有点想不通 说那如果他把口碑做好了 生意不就自己找他来了吗 对吗 但是这点是一个最最最讽刺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靠人介绍人 您说才能有多少 那到哪儿比说来从中介手里拿课源更稳定 更长期呢 所以很多之前比较靠谱的律师 其实绝大部分都会被中介占领和收编 这就跟像其他商业类的 或者犯罪辩护类的这种律师完全不同 他都是要靠口碑 包括他正常的辩护的经验等等的 包括一些历史的案例 然后来索取回头客 或者一些打知名的一些官司 收取不菲的费用 但是对于移民行业来说 那就是忽悠一波 然后即便你没介绍人来 那他从渠搭的渠道等等的照样会有生意进来 所以口碑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是一个非常廉价的东西 其次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于什么呢 即便这个律师是有良知的 他想自己单做 不跟其他的渠道合作 那如果这种方式 他就瘸腿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语言上的问题 去服务国人的时候 做移民手续并不是指在希腊 还需要在国内办理很多很多的这种手续 包括一些证明资料 那希腊律师是搞不定这件事情的 所以如果想把业务做大 希腊律师最终就一定会找中方的合作伙伴 那这样一来就难免会受到国人很多无良中介的这种影响 那他自个儿的心理也就有落差 他进而他所有办业务的方式 说话的习惯也就变更了 那经过了正常时间 吞派也确实接触了不少的律师 那基本上来说 所有的律师逃不开以下七宗嘴 第一个 就是说话绝不是您想象的那样的严谨 他今天可能找个理由 明天找个借口 让您自个儿都不知道哪句话是真 哪句话是假 其实对于希腊律师来说 他给您找的各种各样的借口 比如说移民局没开门 国土局拿不到这个 另外的各种各样的借口 绝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要么他没有时间去办理 所以找个借口给您搪塞掉 要么就是他把这件事给忘了 所以他也是找个借口 只要这个责任不在我自己身上也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就是大包大揽 乱承诺 这点怎么来说 就是在收您费用之前 他基本上都会说自己 有这个关系 有那个关系 什么什么都是no problem 没有问题的 但是一旦您交了钱 真正开始办手续以后的话 他就在各个地方去给您找各种各样的小问题 来推卸责任 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原因等等的 这些借口真的吞噠听者都已经烦了 第三个问题是 希腊的律师是完全没有任何时间概念的 而时间概念这件事可不仅仅是对于律师 而是整个希腊社会或者整个希腊人都有这个问题 其中有一种说法 就是希腊式的15分钟 那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以后或者一个小时见了 整个国家其实就没有什么时间概念可言 所以您想让律师去帮您把控时间节点这件事 首先就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那第四个问题就是 很多律师 你直接去找他 通过邮件电话的方式 他回复起来是非常非常慢的 咱先不说语言本身的这个沟通难度的问题 就即便英语沟通无障碍 其实律师也基本上不会去搭理一个人 然后他们真的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服务意识的 可能也是因为移民市场经历了之前 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火爆的 他们并不愁没有单可做 所以这个服务意识本身就会非常的差 而且这个服务意识同样不仅存在于律师行业 而是整个希腊社会 因为希腊本身的公务员这个做派 其实比国内还要夸张 真的是活少钱多 所以整个把整个这套公务员体系 所有的国家机关跟这种类型相关的 基本上都是效率非常非常的低 只说话不干事 那第五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就是吞巴之前说的 其实之前刚开始的时候 每个律师可能还是真真正正他的事去帮您办事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因为他的单子会越来越多 口碑好的律师都会是这样的 那很多人可能真的会慕名找上来 但在这个时候 其实律师本身的服务品质就在下降了 然后他会找各种各样的这种助理去帮他进行操作 但是钱还是一定要赚的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我不管我自个儿是不是能忙得过来 我先接下来以后 反正有人帮我去处理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很多吞巴粉丝们面临的一些问题 就是原来说这个律师口碑不错 为什么到服务我这的时候 这问题那问题全都出来了 因为这个律师已经水涨船高 他已经不亲自帮你办理了 第六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其实希腊的律师 因为他们这个律师本身的行业是很历史悠久的 包括希腊的法律宝典 也基本上是欧洲很多法律的源泉来源 所以他们对于法律的认知其实是很强的 所以在希腊想当律师 这个真的考试包括成绩都是非常好的 这就直接决定了什么呢 律师他即使再不负责任 但是他的专业度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专业度往往被他们用在了什么地方呢 就是自我保护 换句话说 加上您的语言壁垒 所以您整个希腊语的合同是看不懂的 他所有的条款基本上都会保护他自己 换句话说 您每次跟他签的所有的合约 九成以上都是属于一个霸王条款 爱签不签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这个是被国人或者说投资客养出来的这个毛病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会非常有惯性的去相信一个律师 再加上因为有语言的壁垒 所以认为什么事情去找律师都能帮着联系 那对于律师来说 合罗而不为呢 买保险 找会计师 然后甚至各种各样的生活的一些帮助等等的 那律师从中都可以赚钱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律师甚至走上了自己当卖房经纪这件事儿 他自己去找房子 然后直接再卖给国人的这种客户 您自己想象一下 一个人的精密能有多大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能真正保证自己的专业知识吗 即使他还能保证这个专业知识 但是为了把这个房子卖出去 他很多东西就选择了三年轻口 而在之后的处理过程当中 一旦出现任何问题 他的责任可是推得干干净净的 因为他就是一个中间人嘛 那其实这就是目前在希腊整体 这个移民律师行业 一个没有办法的现状 基本上没有办法解决 很多小伙伴听到这里 基本上心是挖凉挖凉的 要知道在希腊这样的地方 去讲人情这件事儿基本上不太现实 最好的方式肯定是用最正规的法律方式去保护自己 所以如果您有能力的话 记住永远不要只信任一个律师 我们基本上日常的方式都是草拟合同 和真正处理事件的律师可能是分开的 由不同的律师进行相互的制约 每个律师各有分工 去通过他们本身的专业领域 然后又起到相互监督的这种机制 从而才能尽量的确保在整个办理事物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了 那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更多问题的话 欢迎在下方给吞发我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